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宣布 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1%到1.5%区间不变 但仍预计今年加息一次 另外将开始缩减规模高达4.5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已逐步收紧货币政策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20多年来第一个多边裁军条约禁止核武器条约 2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始正式签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条约只是踏出第一步 要达成无核世界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表示 42个国家已于金城签署了条约 其余国家将陆续签约 条约禁止使用和持有核武器 并要求销毁所有核武器 今年7月获联合国122个成员国投票通过 只要有50个国家签署并确认 条约就能在90天后生效 不过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 以及印度 巴基斯坦 朝鲜和以色列等 拥有或相信拥有核武器国家 没有参与条约谈判和投票 特朗普20号在出席联大会议期间 会见约旦国王阿普杜拉二世时 指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来最紧密的阶段 特朗普称约旦一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 双方曾经多次肩并肩 经历及克服困难 特别在处理叙利亚难民问题上 特朗普一再感谢阿普杜拉 以及约旦全国的大力支持 阿普杜拉回应时指出 约旦同样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而这种威胁还没有消除 他感谢美国在反恐方面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阿普杜拉又向受飓风吹袭的福州三名质疑慰问 在场记者多次追问特朗普 有关19号在联大发言针对朝鲜的言论 但特朗普并没有回应 特朗普的女儿白宫助理伊万卡 今天来到纽约 出席一个有关强迫劳动及奴隶的会议 出席会议的还有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伊万卡发言时表示 打击强迫劳动 现代劳逸和人口贩卖 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务 呼吁各国领袖采取措施 使这些罪行失去经济利益 保护各国人民 伊万卡今年3月底 被任命为特朗普的不受薪总统助理 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处理有关人口贩卖事项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20号指出 飓风马利亚已登陆波多黎哥 曾是5级飓风的马利亚登陆时 已减弱为4级飓风 但仍然具有很强的破坏力 而在直扑波多黎哥前 马利亚先是吹袭了多米尼克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测定 马利亚登陆时最大持续风速 达每小时230公里 并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预计马利亚将在波多黎哥停留半天到一天 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 马利亚是波多黎哥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强劲飓风之一 当局警告 当地基建设施将受到破坏 电力及通讯也可能被迫中断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混合三种药物以舒缓肺气肿或慢性肢气管炎病患呼吸的 手支吸入器近日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核准 吸入器名为Trilogy Lipta 是由葛兰素史克药厂及Innoviva公司联合研发 该吸入器含有可预防致命性呼吸异常病症突发的三种常用药 病患每天使用该吸入器经口腔吸入呼吸道一次 以预防呼吸困难症状 Trilogy的药价每月为530美元 比同时使用含有相同药的两种葛兰素史克吸入器便宜146美元 电子商务巨部Amazon和Coast的百货公司合作 从下月起实施在亚马逊购物到Coast退货的服务 Coast百货公司将在82间门店提供免费包装和运送部分亚马逊退还商品 这些百货商店入口处还会为办理亚马逊退货的顾客设置停车专区 Coast百货不仅为消费者免去了前往邮局寄送退换货品的麻烦 同时也着眼于退货的消费者能顺便在Coast百货店内购物 分析师指出通过与亚马逊建立合作关系 将可以使Coast百货在各类百货商店中独树已知 吸引更多消费者前往该门店购买电子产品 而对Amazon而言则能够为顾客提供当面试用产品的服务 乔治亚理工大学一名大四工程系学生上周末被警方开枪击杀 该校学生近日为这名学生举行烛光悼念活动 共有约50名示威者前往校园警察局抗议警方过度使用暴力 并烧毁一辆警车 有两名警员在对治过程中受刑伤 乔治亚理工大学校长致函全校师生 称这次事件是由蓄意制造混乱和煽动暴力者所为 他表示他们相信示威者中有许多人并非乔治亚理工社区成员 而是校外故意扰乱守夜活动的鼓动者 该校表示共有三人在当网的游行骚乱后被警方逮捕 福尔顿县警长办公室公布了三人的身份 但未透露他们是否是该校的学生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位于安省Ingersoll的汽车组装厂 因为劳资谈判无果 2800名工会工人与周日晚展开罢工 代表罢工公务人的工会主席表示 希望该厂被指定为通用雪佛来探界者的主要生产厂 保证当地工作不会被转移到墨西哥 年初通用已将Train小型SUV车的生产线转到了墨西哥 导致400多人失业 日前这场罢工已经持续了三天 已经波及到安省伦敦地区的多间汽车零件制造厂 近6000名工人因为生产线停工而被迫失业 工会方面表示完全支持CAMI车厂的罢工 并称如果这些人能够保全工作 也是在保全安省地区汽车业的工作 另外安省政府将在本周三出台一系列新的安全措施 回应一直以来对肇事司机处罚力度不够的呼声 新法针对分心驾驶延长了执照吊销的时间 如果第三次被发现在驾驶时看手机 就会掉销驾照30天 同时某些错误驾驶行为的处罚金额也加倍了 如果司机没有在过街人行道 路口和学校等处避让行人会被罚款300到1000元不等 此外高速公路交通法也将得到修订 粗心驾驶制人死伤一旦被定罪 罚款将达到2000到5万元不等 还可能和有最高两年的监禁和驾驶执照吊销5年 目前的法律规定是 粗心的机动车驾驶者制人死亡最高会被罚2000元 坐牢6个月吊销驾照2年 在实际执行中 律师和安全倡导者都表示 这些司机很少被罚超过1000元 基本不会坐牢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